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有一個繩子 繞過一個圓筒 細繩跟圓筒的接觸部分 所張的角度是細大 假設細繩圓筒間的近摩擦係數 這應該是近摩擦係數 這是μ 那神的左端張力固定是T 那如果說 這個角度很小很小的時候的話 那在神的右端施以張力T 使繩子向右滑動 向右滑動所需要的最小張力是T 那以知神的質量可以忽略 則近視到膝蓋一次方式 那張力T應該等多少 那這個角度很小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幾乎是水平 幾乎是水平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這個張力要把繩子拉過來的話 它要抵抗摩擦力 還要抵抗這邊的張力 這摩擦力最大是最大T摩擦力 所以你要把它拉過來要滿足這個 T 減掉那個最大T摩擦力是μn 再減掉T 這約等於0 因為事實上它不是水平的 而是有一個小小度的 只要近視到膝蓋一次方 所以這個很接近0 那我只要把這個正向力找出來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T摩擦出來 那這個正向力的話 就是說這個正向力的話 要抵抗這兩個張力 在千指方向的合力 在千指方向合力的話 這是T0 3摩擦力 是等於這個方向的力 那兩邊都有 因為這個角度很小 所以的話這個張力跟這個張力差不多一樣 那這是T T0 3摩擦力 2摩擦力 本來還要再加T3摩擦力 那這T跟T0很接近 所以這兩倍的 T0 3摩擦力 減掉這個N 正向力N 這個約類是等於N 就減掉這個正向的N 約類是等於0 好 那因為這個角度很小 所以呢 Sign把它展開來取一次方的話 這個幾乎是等於2摩擦力 那給它約掉 那約掉的話 所有的都知道 這正向力呢 就非常靠近什麼呢 靠近這個T0的系統 好 那把它給帶進去 所以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T 非常靠近多少 這是T0系統 好 就等於 約類是等於多少 T0抽出來 這是1加2 μ7 T0 這個是A小幾 好 如果呢 這個角度不是很小 而是蠻大的 這角度如果是α 那我就把它做無從小分割 把它分割成N等分 那分割成N等分的話 那我每一等分的話 這個角度是sita 所以我就是慢慢這樣 就是這個等式慢慢把它等過來 這T1 是等於多少呢 約類是等於1加μ7 那我把它分割成N等分的話 那總角度是α α 我把它分割成N等分的話 α 是等於N7 第一次的話 那就是 這是T1 減掉T0 反足這個方向式 再來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這裡是T1 這裡是T2 這樣子 T1-T0 滿足這個方向式 那再來是T2-T1 也滿足這個方向式 只是說 現在是T2 約類是等於1加μ7 T1 然後一直寫下來 叫TN TN就是最後這個T 前面就是TN-1 約類是等於1加μ7 TN-1 那我把它全部撐起來 然後把它全部撐起來 撐起來以後的話 這個T0可以消掉 T2可以消掉 TN-1 消掉 所以變成TN 就約類等於多少 約類等於1加μ7 約類等於1加μ7 那有N個 有N個 所以N次方 乘以T0 約類等於1加m7 那我把它做無窮小分割 我就讓那個N去分割 那這個等於多少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實際上是 因為我把這個α分割成N等分 所以這1加μ7 我記得是等於1 N乘是α N次方 T0 這樣子 那我如果把它做無窮小分割 我令N去T0 這個時候張力T 就等到 這個時候是約類等於1 那如果你把它做無窮小分割 那這個角度趨近一點的話 那這樣就是等號 就不會有約類等 Limit N屈近無窮大 1加mµα N次方 T0 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極限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極限實際上是整 實際上是指數 就是說 這個 有一個極限 Limit N屈近於無窮大 1加m¹ 1 那這個N次方 這個極限存在 它極限是2.7多 那因為它是無理數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符號叫做b 然後我們可以證明說 這個函數 它是指數 Limit 這是一個常數 可以算出來 用計算機一直算 N可以帶1 帶2 帶3 帶4 帶5 帶6 比如說帶到1萬 那你把1萬帶進去 把它製成1萬次 那這個大概是2.7多 這樣子 這是1加mx 這是一個函數 這函數我可以證明它是個指數 就是以這個當底 x4 可以證明這個 可以證明這個 那這樣可以證明這個 所有人都知道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是x 這個就是x 所以這個是等於1分之μ r分p 所以這個就是x 是1 1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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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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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